NO 1 端旅门 从文昌门到东大街 南半截叫伯树林 北半截就叫端旅门 明朝初年 朱元璋封王建凡 二儿子朱爽被封为秦王 坐镇西安镇守西北 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 县省政府这片 进入秦王府的正门 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 在这个牌楼前 各位官员在此正贯端旅 这个牌楼叫做端旅门 清朝建立后 在西安修建满城 端旅门变成了端旅门 真正成为西安满城的南城墙的一道门 辛亥革命爆发 满城被拆除 端旅门不见了 如今只剩下一个地名 当时端旅门是官宦人家的居住聚集地 N02 书院门 位于南门内东侧 连着三学街 明万历七年间 长安县大如冯从武 辞官归礼 在宝庆寺讲权 后在街北侧建立官中书院 学生长治千人 为著名学府 后为当朝燕党所破 书院被毁 冯从武 在此坐两百日而死 明末清出官中书院又做了大规模修建 现移植保存完好 此街因在书院门前而得名 民国26年12日 李夫人等在官中书院西安师范 创办了宣传抗日的通辞小报 老百姓 报 N03 北院门 明代此地称为宣平房 朝时其西大街以南为陕甘总督 布院衙门 布称南院 古楼北的巡抚布院称为北院 这一带集贩称北院门 清光绪26庚子国便 子西太后西光绪皇帝逃来西安 开始就住在南院 后以北院 北院被称为慈西行宫 成为当时的国家行政中心 北院门自古为衙门所在地 北院门在唐朝是中央上书省衙门的驻地 宋代的经兆府 元代的凤原路 明清的西安府 清代陕西巡抚衙门 民国时期的关中道 建国后的市政府都在北院门 N04 南院门 明代此地称归一房 清顺治元 年 陕甘总督布院秦淑史设于此 因与古楼北的巡抚布院相对 布明南院 这一代集犯称南院门 光绪三二年中国同盟会 原在南院门创办公益书局 《易刷革命书报》 宣同两年二月章 钱鼎等人在南院门成立武学研究社 民国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军阀吴新田布在西安南院门抢掠商店后撤离西安逃往汉中 民国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馆李楚在西安南院门设立西安广播电台 民国二六年五月九日成国人张姓初后侠 杨明轩等在西安南院门创办 秦峰日报 民国二六年十月西安游会除金局在南院门成立 1983年8月在飞林区南院门 居地表一九米楚铺路北宋仪教藏坑出土堂 开源通宝 同帝集寿金体 一和通宝 被闪 铁碧多梅 N0 五 东厅门 西起东木头市 东至东县门 明朝时 东厅门的西段由陕西都司署 俗称兵马指挥司 清代贤宁县在东 称为东县 当时清军厅同知署和贤宁县初级审判 检查两厅设于此间 布德明东厅门 宣统二年九月初六 秦隆赴汉军司令部一驻东厅门高等学堂 民国一一年八月由张文 墨和郭西人等筹办的私立明星中学 民国一六年三月十日 中山学院在东厅门园西北大学校只开学 N06 东县门 东起东阳市 西至东厅门 唐朝末年幼国军节度史 韩建以唐长安皇城为基础缩建长安新城 将长安万年两线移到城东西两侧 各建小城 紫城及后来的贤宁县城 一位于城东侧 原称东县 门前接到德明东县门 元代至明清 贤宁县属及在此地 辛亥革命时 清军的兵器库西安军装局就在东县门 N07 封仓门 封仓门是马场子到城墙跟着一节小巷子 清军入闪后 按照八旗子弟待遇规定 男子出生之日起即编入军册 享受良想 当时有两个仓库 城西偏北的叫永封仓 每月按时发放月前 俗称西仓 按时发放石油 不匹等物资的叫进路仓 应该仓地处东城 相对于西仓而称为东仓 门前小巷也就被称为东仓门了 这地方在明朝就是各大仓库 N08 教场门 东起洪阜接西口 西至劳务向南口 明代此地就是军队的延武教场 清朝时期除了满城的八旗兵 西安还有三个标的绿营兵 其中巡抚统侠下的绿营兵叫辅标 总兵统侠下的叫镇标 斜标都司属下辖的叫斜标 这些军兵各有延武训练场 八旗兵教场在满城 镇标教场在金寒光门内 斜标教场在二府街东 此地为辅标教场 顾名教场门 N09 共院门 南起西大街 北至西举院像 在封建王朝 凡是献给皇帝的物品 皆称贡品 共院是只通过考试选拔 原才贡献给皇帝或朝廷的地方 陕西共院为明清陕西省举行相识的考场 此地位于贡献正门前 得名为贡献门 清朝同志一三年世年闪 西巡府少亨宇重秋西安贡献 光绪三二年西安之府尹 昌陵在贡献北区建立中等实业学堂 明代陕西武宫的康海 高陵的旅南 新代韩城的王杰 都是在这里相试高中后 进京参加会试殿试 并最终获得状元的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难西安时 共是朝廷中央六部唐官的半公之地 安宁时 后宰门 后宰门 北京城西华门 后宰门 南京城有西华门 后宰门 这和北京 南京作为明朝的京城有关 西安城也有西华门和后宰门 这两个地名都和明朝的秦王府有关 明代初年朱元璋封赐子朱爽为秦王 樊镇西安 建秦王府时 他外城墙 萧墙 的西城门命名为西华门 秦王府北门广至门北 有专管王室衣食供给的机构 称为后宰 新初在秦王府城基础上修建满城 在西墙北段新开一个城门明新城门 因为于明朝后宰办公处 百姓习惯称后宰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